我的问题很直接 就是这个潘杰西尔 这个反塔联盟这一块 有没有可能像塔利班内部人士 所透露的消息那样 最终通过谈判不战而降 非常可能 当然它最后的结局 可能不会用降 投降这个词 但是我觉得和平解决的可能性 是非常之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从这个所谓反塔联盟来讲 它现在成期后的可能性 非常小非常小 或者几乎没有 为什么内外条件 都有很大的变化 内部其实北方联盟 已经不存在了 像杜斯塔姆 什么努尔 什么这些已经不存在了 伊斯密尔汉都散了 归宋的归宋 或者逃跑的逃跑 那么在一个塔利班的 所谓包容 你像一个一个的都谈了 阿布多拉 卡尔扎伊 西克马蒂尔 伊斯密尔汉 甚至于特赦了 加尼的弟弟 什么的 也特赦加尼 加尼弟弟还归胜了 包括沙利赫 所以这是外部条件也不具备 你像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情况 还可能有任何一个国家 去投入这个政经办应 去支持这样一个反塔联盟 不会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反塔联盟自身生存都是问题 不要说是去反弹 把这个形式转变过来了 所以我觉得最后 和谈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不需要 阿布多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